大家好,公民社会是指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 而以武力维系的国家,无论这样的国家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,共同目标,共同价值的更强制性行动团体 在制定的制度下进行正常运作,并具有正规性和自治性的组织机构 公民社会一般包括各种不同程度的组织机构 例如慈善机构,非政府组织,社区组织,妇女组织,宗教团体,专业协会,工会,农会,自助组织 社会运动团体,商业协会,联盟等 我们知道当今的是中国,一切组织机构,团体和协会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党中央周围 不从与党的利益 就这样让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不得不生活在不公平的社会里 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必须改变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税限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 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 请大家和我一起高估 尊重宪法 建立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建立 彰显了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进步 在公民社会里 更充分体现民主自由的价值 因此中国民主党主张 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 谢谢大家